你是什么人,放开他 苏西甩了一下手臂,徐依依亮枪后退,也撞在墙上 安保在哪儿,来人哪,来人 店里的保安和路过的服务生全部都跑了过来,拦住苏西 这位小姐,不管因为什么,您都不能在这里伤人,否则我们要报警了 苏西手里仍旧抓着安童 脸色雪白,一双冷眸中满是利器 让开 徐依依看到一个熟悉的人影经过 徐总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,我和安童姐在这边吃饭,那位小姐不分青红皂白,过来就打人 我们依依腿刚好一点,本来下个月就能拍戏了,这次可能又要严重了 凌总也在这里吃饭,我过去说一声 凌总也在 是,我去去就来 许臣看了不远处的苏西一眼,转身往灵九泽的包房快步走去 怎么回事 金丹听到店员禀告,快步走过来,站在苏西身边 西西,出了什么事啊 店员简单地说了一下情况,他们也不了解具体原因,只知道苏西打伤了安童 真是对不起,西西年轻,下手没轻重 两位就当给我一个面子,不要和他计较了 今天的饭菜酒水,都由我来买单,算是赔罪 如果两位受了伤,我也全部负责 哼,怪不得这么嚣张,原来是金老板的朋友 是,是我照顾不周 哼,今天谁说情都没用,以为我们一一好欺负 我今天就让你知道,有些人你惹不起